大家好 天热了三五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着小酒 桌子上总是少不了一款水煮五香毛豆 我们在外面吃一份水煮毛豆啊 颜色脆绿又入味 自己在家做啊 颜色发黄 而且容易发黑 一点都不入味 那是怎样做的呢 今天我们就把酒店里边的水煮五香毛豆的组织方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先把毛豆和毛豆梗向连接的地方给它剪上一刀 这样能方便入味 每一个毛豆啊都给它剪一下 剪的时候口不要剪得太大 剪得太大的话 我们在组织毛豆的时候它容易裂开掉底 好 所有的毛豆都给它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毛豆剪好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少许的食用剪 这样能有效的去除农耀糖流和起到消毒刹激的作用 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我们给它浸泡五到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给它切的小料 大葱切段 大姜切片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点大料 陈皮适量 八角三个 白扣三个 白纸片三片 香叶三到四片 小浑香 少许 花椒适量 喜欢吃辣的话 再放两个野山椒 好 小料备集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煮制料汁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给它煮个五香料水 把我们准备好的大料给它放进来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十克的味精 十克左右的食用盐 盐味也可以给你个人的口味来进行添加 添加好之后 我们给它大火烧开 小火慢煮五分钟左右 味道调好之后 我们给它大火烧开 小火给它煮个三到五分钟 把所有的料香味给它煮出来 五分钟之后 我们的五香料水煮的差不多了 然后打去上面的浮沫 这个浮沫一定要给它打掉 不打掉的话我们在 不打掉的话 我们在泡毛豆的时候容易发黑 接下来我们把料水给它倒出备用 然后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长浆水 里边再给它放入少许的食用碱 食用碱是能起到糊色的作用 然后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食用碱能起到糊色的作用 再来一点点食用盐 盐能稳定颜色不褪色 然后把清洗好的毛豆给它放进来 大火给它烧开 小火给它煮个三到五分钟 大家在煮毛豆的时候 切记烧开之后一定要给它改小火 不然的话你煮出来的毛豆都是笑口常开 五分钟之后 我们的毛豆也煮好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颜色翠绿 非常的漂亮 然后关火 我们给它捞出过凉备用 毛豆过过凉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控干水分 然后放入五香料汁中进行浸泡 大家一定要切记 放入料汁中之前一定要给它过凉 不然这个颜色容易变色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时间充足的话 我们再给它浸泡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毛豆泡好之后 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一份水煮五香毛豆就制造完成了 这样做出来的水煮五香毛豆啊 颜色翠绿 而且非常的入味 走楼铁看一下这个毛豆 我替大家尝一下 嗯 非常的软糯 而且咸鲜又露味 真是太好吃了 保证你吃一次就停不下来 真是非常的好吃 绝对是三五个朋友聚会的绝配 非常露味 也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今天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逗逗你发责的小手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